诸佛正法众尊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已闻法诸之良,为祢有祢有情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尊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已闻法诸之良,为祢有情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尊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已闻法诸之良,为祢有情愿成佛。 好,那今天我们就是继续讲解我们的四部忠义宝曼。 那上一堂课我们就是让大家了解了,我们讲解了就是内外道的这个区别。 那外道我们要怎么样去认知,大致就是我们要去认知,要讲过了。 那最主要是我们是身为佛教徒,所以我们就是要讲解的是这个内道为主,对不对? 所以就是内道为主,那我们上次有讲解过了,那稍微就是因为我今天有新的同学,所以我稍微地讲解一下,好不好? 那内外道的区别是要怎么去认知的呢? 是第一个就是要了解就是行持,行就是行动的行,然后就持受的持,行持上面。 那有些就是在字典里面有这样子的讲法也有,就是作为跟行为这样子的讲法也有。 但是一般他们就是那些翻译的人,就是专业的那些,他们一般会讲就是行持,他们会讲行持这个。 那行持方面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身为佛教徒,我们所要皈依的对境,就是佛法身三宝。 唯一度,我们就是,他是可以有救度我们最究竟的嘛。 所以就是行持上面是什么?行持上面跟见解上面。 在行持上面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对三宝有这个强烈的信心, 这个是信仰上面的,我们讲信仰上面也可以。 佛教徒他们会分两种,就是一个是信仰上面跟,还有一个就是见解上面,会这样的去区分有。 所以就是行持上面是他一味的就是说没有去,对就是说这些教理也好,这些四法印, 这些教理没有特别的去认知的情况下, 他这就是说对三宝有一个强烈的信心存在的, 所以就是说行持,我们讲行持上的就是佛教徒, 内道的这个佛教的行持上面的。 那见解上面是什么?就是见解上面就是讲的是对四法印, 对这个四法印,小称的两个宗派跟大称的两个宗派所认知的是什么? 他所,事不中意就是诸行无常,有漏解苦,涅槃寂静。 我这些是怎么样去认知的,他了解了,这个是在见解上面他要去认知的。 所以就是在这个行持上面跟见解上面有不同,有两个不同, 这个是我们要所认知的。 那还有就是,我们讲就是这个,跟外道不同的, 你们先看荧幕,荧幕上面的,外道这个是跟外道, 我们就是内道有不共同的特质, 这个你们就是上一堂课我有解释过了, 但是我今天再讲一次,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念铁膜金,信受非为尽。 那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善就是要了解到我所宣讲的这个法, 你们要就是认真的去听,认真的就是去观察, 我所学讲的,是否是如理如法,对你们是否是有帮助的。 如果对你们有帮助,你才来恭敬我,是这个意思。 第一句,如念铁膜金是什么意思? 如念铁膜金的意思就是说, 结膜金,如念结膜金,不好意思, 如念结膜金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金子的话, 它就是说我们要去观察这个金子是否是真正的还是假的, 就是我们要把它火烧出来, 真金不怕火烧嘛,对不对? 我们讲真金不怕火烧, 我们就是去烧的时候, 这个金子会不会就是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要用烧的, 然后用磨的去观察它这个金子是否是真的。 所以导师释迦牟,我意思就是我所宣讲的这个法是不是真的, 你们去观察这个意思, 然后是最后就是信受非为禁的意思是什么? 信受就是说,你们不一定就是说我所宣讲的, 你们不一定要接受我我所宣讲的这个法, 不一定要恭敬我, 你们先观察,观察好了时候, 如果觉得说我所讲的话就是没有问题, 你们才来恭敬我, 你们才来归于我, 这个是外道没有的, 内道才会有的, 内道才会有的, 这个是导师释迦牟尼佛给自己的信重的权利, 这个是外道没有的, 我们都知道外道是讲是怎么, 就是造物主, 所有的这些神啊, 吃的穿的啊, 这些都是他们的神所铸造的, 我们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区别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诸佛非以随喜罪, 非以守处众生苦, 非以致政于以者, 是法行地宁解脱, 这个意思就是比较简单了嘛, 诸佛非以随喜罪的意思就是说, 诸佛导师释迦牟尼佛讲说, 我们身上的这些障碍也好, 就是所制障, 烦恼障, 我们的这些贪嗔痴, 我们的罪障, 没有办法, 像我们身上的这些污垢, 没有办法像, 就是说用清水来可以洗我们的罪, 我们这个罪是没办法用清水洗的, 这个意思, 非以守处众生苦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非以, 就是我没办法用手这样子, 就是说摸在你们的头上, 然后把众生的苦可以就是说消除, 这个是没办法的, 非以置正欲仪者的意思是说, 非以就是说, 我所宣讲的这些置正, 你们自己要去证悟, 去了解, 所以这了解了之后, 信法, 事法, 行地, 令解脱, 所以你们按照这样子, 我所宣讲的这个佛法学, 所去做了的话呢, 那你们可以解脱出来, 好不好? 意思就是这个, 我们就是了解到了, 这个是说内外道的这个区别,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上次有讲过就是, 外道, 他们会不会承认, 有这个就是, 前世的因果关系, 前世的因果关系, 他们会不会承认, 有一部分是承认的,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是不承认的, 对不对, 是哪一个, 就是外道是, 他是不承认, 有前世的因果关系的, 洛行派, 洛行派是, 他是不承认, 就是说有这个, 前世的这个因果, 因果, 因果, 不是不是, 孙时派, 不好意思, 孙时派, 孙时派, 最后一个派, 你们翻到13页, 书本那边有, 13页, 孙时派呢, 他是不承认有这个, 前世因果关系的, 那他只承认, 现世有的, 现世有, 他不承认有这个, 比量, 他眼睛所看到的食物, 存在的, 他只承认这个, 就是他自己的父亲, 来到他的面前, 他不会说是他的因, 他只承认是, 他的父母是他的因, 这样子, 因为他为什么呢, 他觉得说是, 他是从他的父母里面, 生出来的, 不是从爸爸里面生出来的, 所以他会觉得说是, 我的因就是我妈妈, 这样子, 他爸爸也不会承认, 是他的那个因这样子, 所以就是, 他的那个观念有点不同, 外道里面的观念不同, 那其他宗派, 他们都承认哦, 前世的这个, 因果关系都会承认, 有前世, 有来世, 都是会承认的, 这些, 裸形派呀, 赤派呀, 还有这些, 数人派, 圣人派和理伦派, 这些他们都会承认的, 有这个就是, 前世的因果关系, 从无事以来到来世, 他们是会这样子, 会承认的, 那他们也会承认, 就是说有这个因果关系, 你造了什么因, 就有什么果, 你造了这个善业, 你就有这个就是善果, 这个他是会承认的, 好不好, 这个就是, 内外道的大致就是, 我先讲一下, 因为上次就是, 我讲的比较详细嘛, 那今天大家就是, 大致地了解一下, 那我们要了解到就是, 世部中业, 世部中业的话是, 大称有两个宗派, 小称有两个宗派, 那佛说什么, 世称及五宗, 此非佛所说, 什么意思, 世称及五宗, 此非佛所说, 意思就是说, 世称跟五宗, 如果说这样子去认知的话, 那这个不是佛所说的, 我们只有就是三称, 三称是哪三称, 僧文称, 独觉称, 大称, 然后是五宗, 如果是有人说是五宗的话, 那就是不是佛教徒, 世宗是哪四宗, 世的宗派, 小称的两个宗派, 跟大称的两个宗派, 对不对, 小称是什么, 皮薄杀宗跟金薄宗, 大称是什么, 维社宗关, 大家了解了吗, 然后就, 现在我们就是要了解, 今天我们就是主要讲的这个课程, 因为我们了解了这个内外道的这个区别之后, 那我们就要认知就是说, 我刚刚有讲就是说, 见解在行齿上面会去, 就是说认知有内道的这个归于土跟见解上面, 那所以见解上面我们要怎么去认知的, 就是在释法院里面所宣讲的这个, 我们要去认知的, 释法院, 我们常常讲释法院, 那佛教的这个定义, 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子去讲的, 释法院, 如果承认释法院, 那就是佛教徒, 如果不承认释法院, 那就是不算是佛教徒, 我们现在就是说, 讲的是承不承认哦, 不是说是你要了解不了解的问题, 是说承不承认, 承认他这个是有释法院的教理, 他就是佛教徒, 不承认有释法院的教理, 那就不算是佛教徒, 所以什么叫做释法院, 印就是印下来, 就是印章下来, 导师释迦牟尼佛把它就是说印下来了, 就是说如果你承许这个释法院, 你就是佛教徒, 如果你不承认这个释法院, 你就是不算是佛教徒, 他就已经把它印好, 比如说像国王一样, 就是说国王他会就是说把治安, 他们以前就是国王, 他有圣职嘛, 他有以前我们讲圣职嘛, 圣职上他会盖章嘛, 他这个圣职发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做什么, 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他就会印章下来, 就说是我这个是能做的, 我这个是不能做的, 他把它盖章下来, 我们就他的臣子也好, 他们的人民他就要听, 所以一样的道理就是导师释迦牟尼, 我就是宣讲这个释法院, 你就是我们内道的佛教徒, 如果你不承认的话, 那就不算是我们的佛, 就是说内道的佛教徒, 我是这个意思了, 那就是归于这个三宝的那个对境, 那你们都是应该听过很多遍了嘛, 就是我们就不用再一一再讲, 然后我们就今天讲就是, 四法院的这个教徒, 四法院是哪四法院, 诸行无常, 有漏皆苦, 诸行无常, 一切, 这边要讲, 其实有两种版本, 没关系, 反正都是一样的, 诸行无常, 有漏皆苦, 这边讲就是一切漏皆苦嘛, 一切法无我, 涅槃寂静, 这样子也是会讲的,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讲就是说, 诸行无常, 什么叫做诸行, 你们会觉得说, 诸行无常的说, 诸的话是所有的, 你们会这样子认知, 对不对, 诸行, 行是什么行, 我们再讲叫行动的行嘛, 行都是说, 为什么说诸行无常, 所有的这些都是, 我们就是说无常, 常法跟无常嘛, 这边讲就是无常是要怎么去认知的, 无常它会分有就是说, 细分无常跟处, 就是粗分无常, 它这样子有区分的有, 粗分无常跟细分无常, 那粗分无常是怎么样去认知的, 粗分无常就是我们看得到的, 这些就是说像春夏秋冬, 这些是我们眼前所看到, 我们凡夫, 凡夫所能认知的, 这个就是粗分的就是无常, 粗分无常, 粗分无常, 所以像就是我们桌子, 一个月之后, 然后像板凳, 这些一个月之后, 它就会变旧, 我们就是看得到嘛, 对不对, 当然就看得到, 然后就是春夏秋冬有着变化, 天气会冷, 那这些都是我们所看得到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认知的就是粗分的无常, 那细分无常是要怎么去认知的, 细分无常就是我们凡夫, 就是没办法就是去认知到这个, 比如说像就是我们有这样子就是说, 生老病死的苦, 这个是其实我们会知道, 人会生老病死, 这个是我们知道, 这个是粗的无常, 我们人慢慢会就是说从小到大, 它会有变老, 会变化,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就是有那个, 刹那之间在变化, 刹那之间变化不知道的原因就是, 这个就是出, 就是我们讲就是细分无常, 刹那之间在变化嘛, 对不对, 你们刚刚进来的时候, 你们看到我隔西, 隔西的时候, 已经过了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对不对, 二十分钟的时候, 你刹那之间已经变化了, 但是你们有察觉到我有变化吗, 我变老了吗, 你们有没有察觉到, 刚刚跟我现在已经就是二十分钟了, 已经过二十分钟了, 你们觉得说, 我已经, 你们看到过我, 就是我有变化吗, 看不到嘛, 对不对, 其实我们每分每秒, 我们就是在变化, 就是说这个是只有佛陀, 甚至他们才会了解的, 所以就是细分无常的时候, 只有佛陀他们才会, 就是刹那之间在变化, 这个是我们这样子就是说, 这个怎么, 一弹指这样子就说, 这个有, 我们讲有六十秒还是这秒, 会有这样子就是讲的, 有六十秒还是多少秒, 他会就是描述在, 这样他一看之后, 这个是佛陀, 这个几秒他都知道的, 他都可以认知的, 我们不要说这个弹指, 就是我们刚刚我说的那个, 我进来到这里, 现在我又没有变化, 我们都没有感觉不到嘛, 这个就是细分无常的上面, 好不好, 那为什么导师释迦牟尼佛一开始就宣讲了这个, 这个诸行无常的这个教理, 为什么要讲无常, 为什么要宣讲, 一开始在三转法轮, 他都讲了这个无常的, 就是说这些诸行无常的教理, 诸行无常,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凡夫俗子也好, 就是我们的, 就是还没有解脱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这些欲望, 还有这些贪嗔痴, 还有这些外境, 所我们的对境, 我们对他们就是有这种欲望, 对自己的身体, 我们自己的我执, 身体我, 我现在还不够好, 我现在就是说, 我执太强, 我们会凡夫就是我们会有我执很强嘛, 我会觉得说我现在还不够好, 那他在欺负我, 我没有比他好, 我好痛苦, 我比他还要好, 这样子那个就是说, 贪嗔痴的心会出来的时候, 这些都是在变化的, 就会不见, 其实会, 以后就是会消失不见嘛, 比如说其实外在的这些, 就是我们这些的, 这些凡夫的这个就是血肉之躯, 都是要兜掉的, 就是会火化的, 都是会不见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要了解到, 这个是诸行无常的时候, 让我们了解, 这些都是, 其实我们所执着的这些呢, 它是慢慢就是会变化, 会不见的, 所以叫我们就是了解, 这些都是无常的, 它不是常法来的, 所以不要去执着的意思, 所以一开始就是, 导师释迦牧牛婆宣讲了这个就是诸行无常, 原因在这里, 它有分就是说, 初分的无常跟细分的无常, 它有这样子去区分的, 初分的无常是什么, 刚刚讲了嘛, 春夏秋冬变化是, 沙纳之间变化我们看不到, 但是天气变化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 夏天到了, 秋天到了, 冬天到了, 台湾可能就是没办法, 就是说秋天跟冬天, 秋天和夏天跟秋天那个可能没办法, 但是冬天的时候感觉得到嘛, 但藏区的话, 我们就是看的, 就是一年实际的那个变化是, 我们很容易感觉得到的, 那个就是冬天就是非常冷, 它会下雪啊, 这样子, 就是一下子就感觉得到的, 那所以就是这些是我们, 我们就是凡夫看得到的, 又感觉得到的, 色受得了的, 所以就是这个是在初分的无常, 那细分无常是什么, 细分无常就是刹那之间在变化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的,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诸形无常的原因, 你们听懂了, 好, 那我们就讲诸形无常, 有漏解苦, 那有漏解苦的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去认知, 漏就是什么叫做漏, 有漏跟无漏, 我们会这样子去认知嘛, 漏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说, 那个字就是好像漏掉的漏, 对不对, 它有缺口那种漏掉的漏,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就, 其实这边讲就是说漏的意思就是说, 有漏跟无漏的原因, 怎么去认知呢, 其实中观的角度也好, 就是在皮泼沙中的这个角度, 来去宣讲它的这个就是说定义来讲呢, 它其实是都是, 藉由就是说, 业跟烦恼而产生下来的这个业, 就是烦恼的业, 它就是会让我们增长烦恼的业, 这个就是有漏, 不会让我们增长烦恼的法, 就是无漏, 所以是这样子认知的, 所以漏的定义你们知道了吧, 定义是什么, 烦恼, 业跟烦恼而产生下来的这个业果, 业跟烦恼所产生下来的这个业果, 凡事都会让就是说业跟烦恼所增长的, 果也可以讲, 果也可以讲, 果可以讲, 然后就是它是什么, 有漏的, 对不对, 那无漏是怎么样认知的, 清净法, 无漏, 无漏的意思就是说, 不会让我们增长这些就是烦恼的这些法呢, 那它就是说可以就是说无漏, 这样子去认知的, 好, 那我们讲就是有漏皆苦, 苦的话我们会认知有就是说三苦, 三苦是哪三苦, 就是苦苦, 坏就是坏掉的坏, 坏苦, 然后就是辛苦, 那苦苦要怎么去认知, 就是苦苦的时候怎么去认知的, 苦苦就是我们肚子痛, 这些头痛啊, 这些都是苦苦来的, 这个我们凡夫, 不要说凡夫, 就是我们人道, 就是连动物它都知道的, 因为动物它也不喜欢被打嘛, 对不对, 它也知道这个是苦来的, 如果你打它, 用棍子打它的话, 它也会不高兴嘛, 对不对, 它觉得这个也是苦, 它生病也是会感受得到, 这个是苦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然后是什么, 坏苦, 什么叫做坏苦, 坏苦要怎么去认知, 坏苦就是, 坏苦的话就是我们讲, 就是说我们肚子就是说很饿了之后, 很饿了的时候, 我们就去吃饭, 吃了饭之后肚子很脏的时候, 它自然而然就是那个肚子会不舒服, 感应到自己的肚子那些不舒服, 这些就是坏苦, 比如说现在我们教室里面, 我们现在在地下室里面, 对不对, 在地下室里面, 在地下室里面的时候, 天气很热的时候, 我们没有开冷气的话, 没有开冷气会很热对不对, 然后我们一进来就要开冷气, 开冷气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要想要就是开得很低, 那过了一会儿的话, 开太低的时候, 那个身体我们的那个就是, 因为佛教里面讲就是我们的那个五大, 地水火风, 那这个是要, 那个地水火风, 这个是要平衡的, 没有平衡, 那我们就马上就会身体不舒服, 这个时候就是说太条高, 那也不行, 太条小呢也不行, 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个反应会出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坏苦, 对不对, 那什么叫做行苦, 行苦就凡夫打不到的, 不会了解的, 行苦, 行苦就是我们人有什么苦, 生老病死的苦, 这个生老病死的苦, 这其实在撒那之间在变化的, 这个我们没办法去认知的, 我们慢慢在变老, 这个是苦, 我们人的苦, 那众生有众生的苦, 众生, 那上恶道有上恶道的这个苦, 那他们有不同的苦吗, 天去有天去不同的苦, 这个是苦, 就是不同的, 就是行苦, 行苦就是我们没办法, 就是说凡夫俗子是没办法认知的, 只有佛陀他才认知, 就圣者, 达到圣者的见道位以上的, 质量道加息道修道, 修道以上的, 他们才可以就是说, 可以察觉得到, 但是我们是没办法, 要请问, 对, 刹那之间的在慢慢在变苦吗, 因为我们的生区我们都知道吗, 就是凡夫的孙子, 我们就是那个五蕴, 凡夫的这个五蕴, 血肉之区是慢慢在变老, 那慢慢就到了五十六十岁, 七十岁, 我们的身体就没办法自匿, 就是这个就是苦嘛, 所以这个是刹那之间在变化的, 那变老我们看得到, 但是刹那之间在变老我们看不到嘛, 我这个就是这个苦, 苦来自这里,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这边要讲重要的, 苦跟苦行的区别, 苦, 我们讲苦对不对, 苦行的行是那个形容那个个性的性, 苦性, 我先下来一下, 苦性, 苦跟苦性的区别在哪里, 苦是一个苦的事情, 苦性是苦的本性, 苦行不一定要色受的苦, 苦行不一定要色受的苦, 不一定要色受的苦, 这什么苦, 我们比如说, 像我们外在的这些手机, 还有那些宝瓶, 还有这些, 它是不是苦? 它是不是苦? 不是吗? 我现在讲不是, 不是, 它是不是苦行? 苦性, 苦性, 不好意思, 我那个性那个, 讲不是苦性, 是不是苦性? 是, 为什么是苦性?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些武运, 我们生根体罚过的这个武运, 它是不需要, 它不是, 就是受色, 就是我们讲, 在文里面讲, 错哇的就是说, 有感受到的, 不需要感受的, 它是不需要感受的, 保鲜不需要感受的, 保鲜是苦的, 为什么是苦来的? 我这个要了解, 保鲜也是苦, 不是苦, 是苦性, 个性的性, 苦性, 苦性来的, 不是苦, 苦的话一定是要色受, 就是说色受, 感受到的, 这个叫做, 所以就是, 为什么保鲜是苦性? 它是夜跟烦恼下来的, 对不对? 夜跟烦恼下来的, 这个就是苦性, 好不好? 那苦的话就是必须要有, 必须就是要有那个, 就是我们现实也好, 我们不能讲现实, 就是我们讲就是感受到的, 我们的身体就是有感受到的, 就是色受到的, 这个就是说苦, 比如说我们身体不舒服, 这些不舒服, 但是它是有直觉的, 直觉感受到的, 直觉感受到的, 这个就是苦, 但是它不是苦性, 所以这个是, 就是说我们要认知的, 这个两个是不同的, 我们一定要认知, 那很多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觉得会很奇怪说, 宝贫是苦, 苦吗? 这样子讲, 它是苦, 但是它是属于苦性的, 知道吗? 是苦性来的, 苦性是, 苦性不一定, 就是说五蕴也设受, 苦是要, 苦是要我们身心, 就是我要感受到, 我刚刚讲了, 感受到我们的心, 我们藏文里面讲, 错话的就是感受到的意思, 就是需要受到, 感受到的, 比如说我们, 我们的苦, 烦恼的苦是什么? 烦恼苦也是感受得到的, 这都是感受到的, 我们的病痛, 我们是感受到了的嘛, 那这个宝贫他有, 我们讲感受到, 就是没有逻辑嘛, 五蕴没有办法摄受苦, 我们是摄受, 就是我们五蕴, 我们身体不舒服, 是人, 普特切罗, 那个里面的心事, 我们才摄受得到嘛, 外在我们的手痛是什么? 有知觉嘛, 我们的手不舒服, 手不舒服, 是我们有心事在里面在摄受到, 不是在外我们的那个五蕴在感受到嘛, 是我们的心事里面的事, 就是里面的事那个, 没有事了, 人, 我打个比方很简单的讲, 人往生了之后, 那个尸体, 那个尸体就没有, 他有心事走了嘛, 他就没有直觉了嘛, 一样的道理, 他就需要人活着, 就是他的那个心事在存在的, 心事在操控着他, 心事在他在, 就是说痛, 病痛都是在心事在操控着他嘛, 一样的道理, 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这里, 好, 了解了, 苦跟苦性的认知, 要这样持续认知的, 所以, 我们这边要讲就是说, 所以, 外道他们就是会认知, 有就是这些, 我们讲, 他们有不同的认知, 苦的苦性, 这些他们是没办法就是这样子, 像佛教这样子, 内道这样子去认知的, 所以就是, 他们的观念是不同嘛, 因为我们内道有内道的这个观念, 外道有外道, 他们自己的这个观念是不同的, 好, 那, 有肉解苦, 一切法无我, 那一切法无我, 这个是真的是就比较,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常常在辩论的时候, 寺院里面常常在辩论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要一致地要去了解的, 什么叫做一切法无我, 那一切法无我的是什么, 他要认知就是说法无我嘛, 那法无我的话是, 四部中医里面就是, 他都会承认什么, 法无我, 所以的法无我是, 会讲就是说, 嗯, 外道他认知当中就是说, 会有, 嗯, 常一自主的我, 常一自主的, 常一自主的我, 那内道是会承认是有, 常一自主的我空, 无我的境界, 如果是, 你要了解到就是说, 内道, 内道的佛教徒的话, 要承认四法印嘛, 如果没有承认这个四法印, 无我的这个教理的话, 他就不算是佛教徒, 对不对, 这个你们要先就是认真听哦, 无我, 内道的佛教徒是不是承认, 法, 就是说一切法无我, 对不对, 一切法无我, 所以他一切法无我的是, 那外道他就说, 承认是我之嘛, 对不对, 我有, 我们讲就是说, 常一自主的我, 是存在的, 他是承认这种, 常一自主的我, 是什么, 就是普特切罗, 普特切罗他认知当中是什么, 常一自主的我, 常是什么, 就是常法, 常, 普特切罗这个常呢, 他就是觉得说这个常是, 不是, 从无事以来都是存在的, 无事以来都是存在的, 他觉得说是他没有变化, 外道认知当中是说, 他是没有变化的, 他是无, 为什么呢, 他从无事以来, 这个普特切罗一直在存在呀, 那为什么说是无常呢, 他是这样子认知的, 外道的认知是这样子的, 那常一自主就是说, 我们讲就是说, 不需要就是这些, 因隐隐而合, 这些不需要这样子, 然后他是唯独的, 单独的, 他就是这样子认知的, 也有, 所以什么, 佛教的话, 他就是认知就是说, 不会承认有, 常一自主的我嘛, 对不对, 普特切罗是什么, 从无事以来是存在的, 对不对, 他是不是无常, 内道, 内道我们讲就是内道的是, 他是认知是说无常嘛, 对不对, 所以无常, 他是从无事以来, 这个普特切罗是不是无常, 那外道为什么会认知, 为说他是常呢, 为什么会认知是常, 我刚刚讲了吗, 外道他认知的是什么, 从无事以来到现在, 他就是没有变过, 普特切罗就是一直就是普特切罗, 到无事以来到现在, 他就是一直都是普特, 都是普特切罗, 他就是这样子, 没有变过啊, 都在啊, 他就是这样子认知, 像大致在天, 他们的这些神, 还有就是他会说这些, 生啊, 生的时候他也说是常来的, 但是生说常的时候, 我们会常常会辩论, 他说是生是常, 那你们想一想一下, 生是常吗, 他本身就是无常来的, 但他为什么会说是生也是, 我们说声音的生, 声音的生, 他会说是声音的生, 他会说是常来的, 常来的, 不是无常来的, 他是怎么认知的, 他就是说, 他觉得说这个声音就是会, 可以很久, 比如说我们敲这个鼓, 敲这个鼓的时候, 他声音会很, 就是很久, 就是说延续很久, 延续可以很久, 所以他觉得说这个就是常法来的, 是这样子认知的, 所以就是大致在天啊, 他也是会认知说是, 也是常来的, 他们是这样子认知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就是, 他常法跟无法这个要了解的, 然后还有就是, 比较麻烦就是我们三位佛教徒, 里面就有一个叫皮波沙中, 皮波沙中里面有一个就是, 有我们讲十八部, 十八部里面有一个分叫做独子部的, 所以这个独子部呢, 他是认知有, 就是说常义自主, 他会认知是什么, 就是常义自主的, 常义自主我空, 他是认知的, 但是独立自主的我空, 他是不认知的, 所以为什么呢, 他是佛教徒, 那他是佛教徒, 那他为什么会认知有, 是说独立自主的我空, 他没办法承认, 独立自主的我空, 他没办法承认的, 他会说是什么, 就是普特切罗呢, 他会认知是什么, 就是既不是常, 也不是无常, 他这样子认知的, 为什么呢, 他没办法就是确定, 他没办法确定, 他觉得说, 普特切罗从无事以来, 他会觉得说是, 哦, 这个普特切罗一直在存在呀, 他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没办法说是, 他是无常来的, 然后呢, 他就会说是, 我们又说是常的话, 又不行, 因为他是存在的, 又在变化, 我们像这样子, 人这样子在有变化的, 有在变老, 他会这样子, 普特切罗一直在变化, 有在动, 他在走路, 这样子认知的, 所以他就是没办法确定, 说是, 常也不是, 无常也不是, 所以就是这个在, 我们内道里面就是有这个, 就是我们要认知的, 所以就是很多, 就是辩论里面就会出现这个, 我们会深入地去了解的时候, 他就会有这个问题出现, 所以就是什么, 他会承认什么, 常与自主我空, 他是承认的, 但是他不承认, 独立自主的我空, 他是不承认的, 独立自主的我空, 他是不承认的, 他是承认什么, 常与自主的我空, 所以他有没有违反佛教的定义, 就是说佛教的释法医的定义, 这个有没有违反, 这个是我们要去认知的, 有没有违反, 你们在认知当中他有没有违反, 给你们, 给你们, 三十秒的时间, 就是有没有违反释法医, 三十秒的时间, 有没有违反释法医, 对, 有没有违反释法医, 独立自主, 他是属于内道的, 内道的这个, 他认为没有常与主宰的我, 但是是有一个普特切罗我, 这个普特切罗他是没有常与主宰的, 但是他没有独立自主的我空, 我们讲独立自主的我空, 要讲独立自主的我空, 我要这样子讲, 所以独自不太认知什么, 就我讲了嘛, 你常与自主我空, 他会认知, 但是他不认知是什么, 独立自主的我空, 他没办法认知, 为什么呢, 常与自主的我空, 他会一定要认知啊, 这四法语里面讲就是, 一切法无我嘛, 一切法无我, 所以就是要认知, 认知是什么, 为什么要认知, 他就是说, 他刚刚有讲嘛, 他说, 这个普特切罗, 从无事以来, 是常法, 还是无常法, 无常的, 他这样子认, 他这样子的, 自己都没有办法判断嘛, 所以他没有确定, 他没办法确定, 他没办法认知, 是独子部, 我们讲就是, 金部中里面, 金部中里面会分有, 就是十八部, 十八部里面就会有分一个, 叫做独子部的, 皮泊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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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泊沙中里面, 对, 这边就是, 其实你们要看这个法本的时候, 你们要看, 你们有看过吗, 就是你们回去的时候, 就是稍微的研究一下好不好, 稍微的研究一下, 你们来听的时候, 就有这个概念, 如果你没有没有去看的话, 就没有这个概念, 因为我现在讲这个就是, 你们会很好奇吗, 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概念的话, 就很好奇, 所以你们就是试着, 就是看一下, 如果下一次有问题过来, 我们再就是讨论, 如果我了解, 我继续分享嘛, 如果我不了解, 我可以问别人, 没关系, 好不好, 所以就是, 大家就是尽量的来到这里, 我们就是要摄受到了, 这个才是重要的, 来到这里, 然后讲课, 讲到了, 然后你们又就是, 有学到了, 回去了, 那么你们才会有, 就是说有这个, 上课的, 上课课, 进步中, 有十八部, 进步中有几个? 进步中的话, 那下面有几部中, 那个, 要看那个法本, 我一下子可能没办法讲译, 这个, 因为这个就是要看那个法, 它的法本, 它有分, 有, 因为小课里面有二十四部吗? 有, 它不是, 它现在我讲的这个是, 皮膚沙中里面所讲的, 这个就是, 我们要不要先, 先不要离开主题好不好, 就是先看一下这个主题是什么, 这个主题比较重要, 这个主题离开了的话, 那我们的那个主题就会乱, 所以就是, 我们要认知当中是什么, 就是, 独子部, 它所宣讲的是什么, 这个比较重要的, 因为它是内道徒嘛, 外道它怎么讲, 我们没, 我们就是没关系, 但是, 内道, 我们身为内道徒的时候, 有这个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要认知,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独子部, 常义就是我空, 它是承认的, 那它不承认有这个, 独立自主度, 我是要怎么去认知的, 来, 独子部是怎么说的, 独子部它是怎么说的, 那独子部它所讲的就是, 你们不要有压力, 没关系, 就是我们这边来学习, 所以不要有压力, 我问的问题, 好像你们很有压力, 因为我知道就是有那个有压力, 但是我们是来学习的, 所以没关系, 那独子部我刚刚有讲嘛, 它没办法承认, 它自己就没办法承认说, 这个普特切罗是常法吗, 还是无常, 它没办法认知是什么, 它觉得说, 普特切罗无事以来都是存在的, 都是有啊, 都是存在的, 那为什么就是, 那为什么是无常呢, 它这样子认知的, 那也不能说是无常, 也不能说是常法来的, 所以它是这样子认知的嘛,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要了解的, 外道它当然就是, 它是承认是什么, 独立自主我空它没办法, 它是常义自主的法, 它是承认的嘛, 对不对, 对不对, 空承认, 独立自主的空它不承认, 独立自主的空它不承认, 对不对, 那为什么独立自主的空它不承认, 它没办法独自, 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的空它不承认, 就是说真的有一个我存在这个事情, 它不承认这个空它不承认, 它不承认这个空它也就是, 虽然我它没有办法常义自主, 但是它是存在好像是獨子部的意思 有一個我存在但是它沒有辦法長自主 它沒有辦法控制它的命運 它只是有一個我存在 但是無法去掌控命運 看起來獨子部好像是獨子部 他沒辦法承認對不對 沒辦法承認是常跟無常 我現在在問的這個問題就是說 它不承認有這個 它不是說不承認 這個我們要了解 它不是說不承認 它是沒辦法確定說這個是常還是無常 我這個要了解好不好 所以就是我們要了解的 一切法無我的時候要怎麼去認知的 我這個是要了解 在獨子部裡面就是十八部裡面 它有就是說一切法無我的是要怎麼認知 一切法無我的要認知的話是有這個問題 有這個問題是會出現是這個原因好不好 那最後就是那個涅槃寂靜 涅槃寂靜的時候是要怎麼去認知 我們講涅槃寂靜對不對 涅槃寂靜的時候呢 我們要怎麼去認知它呢 我們講涅槃 什麼叫做涅槃 就是說有講就是說 阿羅漢有分就是有欲涅槃跟無欲涅槃對不對 有欲涅槃的話 其實以這個就是說中觀中的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那它就是有我們講就是它有有欲就是它的那個武欲的那個身 武欲的那個身它是說它是說有就是有漏的 它會說是有漏的 但是它已經斷除了這個煩惱 但是它還還剩下了什麼呢 它還剩下了這個就是說有漏的這個血漏 就是我們講就是它的那個武欲還是存在的 那無欲涅槃的話它就已經斷除了 它已經斷除了這個煩惱障 所以它就是涅槃寂靜 所以就什麼叫做涅槃寂靜的就是說 涅槃就是說之後就是已經斷除了這個煩惱苦 我們就是會快樂嘛 斷除了這個煩惱的這個它就平息嘛 我們就說我們講就是和平也好 就是你得到了這個和平你就會平安 身心這樣當中就會平安 就是涅槃寂靜的就是平靜可以平安得到平安的意思 這個意思好不好 所以就是有欲涅槃 所以就是我們講有欲涅槃跟五欲涅槃 五欲涅槃的時候它就講就是說 它會在皮波 有欲涅槃 在皮波沙中的認知當中就是說 它就已經就是說像這樣子 就是五欲涅槃是 它成佛了之後它的那身躯就像書油燈一樣 書油燈就是會不見 它的那個身躯全部都會不見 它就成佛了就什麼都不見了 它會這樣子認知的 五欲涅槃跟有欲涅槃 五欲涅槃的時候是這樣子去認知的 好 所以為什麼你還沒有感覺到就是我剛剛講的時候 那皮波沙中的時候它又認知當中說是 它的那個五欲 到了五欲涅槃的時候它的身躯會 它說成佛了 但是它也就是會說是它的那個身體和心事都會不在了嘛 它為什麼會這麼說的 它就是成佛之後 它就覺得說五欲涅槃 達到這個五欲涅槃的境界的時候呢 它就會不在了嘛 心事啊這些都是 這些五欲都不在了 會這樣子去認知的嘛 它是怎麼樣去認知的 皮波沙中它是為什麼會認為 這個五欲涅槃就是心事跟身心都不見了 就是五欲涅槃 為什麼皮波沙中會這麼主張 是這樣子的 好 那我們就是那個諸行無常要了解一下 就是內外道的這個區別要講一下 諸行無常的時候跟一切有了結果 一切法無我的時候 我剛剛沒有講那個外道的那個區別嘛 現在就是我們要認知一下 內外道的這個區別 諸行無常的時候 我剛剛有講諸行無常的時候 外道認知當中就是 常法是什麼 生事剛剛有講 它又說常法嘛 大自在天也是常法來的嘛 所以為什麼外道會說是 大自在天是常法來的 來 剛剛 他一切的因為什麼說 他一切的因是常法來的 為什麼說他是 如果他是一切的因的話 他是為什麼說是 他是常法 那所有一切的因是常法的話 那我們 我們的因是常法嘛 我們不能講我們的常了 就是我們所謂的 他們的造物主 所有的因的話 是常的話 為什麼說是常 因為他不變 而且不生不滅 不生不滅 他會滅啊 他會變化啊 他是人啊 普特杰羅啊 不是啊 大自在天 對啊 大自在天 大自在天是人啊 是不是人 大自在天 神的嘛 他們講神嘛 他們講神沒關係啊 他也是會變化啊 這樣嗎 那我們講神 他們也會講說這個神 也是聲音的神哦 也是就是說是 也會說是什麼 常來的 那為什麼說是常 他是無常來的嘛 對不對 聲音會不見 那個就是為什麼 就是我們常常辯論的時候 會出現這個問題 聲音的這個聲哦 聲音的這個聲音 也是他會說是常來的 所以是什麼原因 我剛剛有講嘛 他的聲音會持續下去 很長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這個是常來的 他這樣子認知的 那一切漏皆苦 有漏皆苦 有漏皆苦嘛 就是有漏皆苦嘛 這樣子 煩惱就是有苦嘛 那當然我們講就是說 我們會有分就是 外道會認知當中 就是外道會認知當中 就是清與正行 就是我們講四燦 四燦 一燦 二燦 三燦 四燦的這樣子 禪定我們講就是 其實 其實 就是 正確的那個 來翻的話 是要這樣子想 就是說 禁律正行 你們看一下這個字 禁律正行是什麼 就是禁律正行四燦 他就覺得說 達到這個境界的時候 他們是已經達到這個解脫道 解脫道 他會覺得說 他是最最最最最最 就是外道講的 這個就是他的一個解脫道 那他們就會覺得說 在玉界的時候 他到了玉界 然後到了色界的時候 他覺得說 色界是他的解脫道 他會認知當中 這樣子會去認知 但是他到了 他在玉界 到了這個世界 他只是就是說 這是暫時的 暫時的那個 就是說快樂而已 他不是永久的快樂 然後就是說 他到色界到五色界的時候 他會認知說 五色界是最究竟的 他的那個快樂 所以他就覺得說 他沒有認知到 解脫道的這個 含義在哪裡 所以就很多 他覺得說 到了這個就是 天律正行的時候 他會講 我們講 一產 二產 三產 就是盛產 經濟正行的時候 就是會到這個境界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這個是解脫道 這個時候他就 外道他認知當中 是解脫道 他覺得說 這裡也不是解脫道啊 這裡還是會產生痛苦啊 他覺得心就是會 就是 墮落 就是會墮落到這個 我們講就是 傷害去也有 就是彷彿的這種 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所以就是我們要了解 外道所認知的 這個就是說 解脫道跟苦跟 那個 樂是怎麼樣去認知的 這個是我們區分的 好不好 這個一個 了解了 那一切法無我 一切法無我 剛剛有講 這個就是我們討論的 他們大志在天 所認知的是什麼 長逸多數的 長逸多數的 長逸多數的我 長逸多數的我 是沒辦法 認知的 一切捷道 一切法無我 一切法無我 那道的獨自hood是怎麼說的 獨自hood 皮波沙中的十八部里面的独自部,这个独自部是他怎么认知的? 长屋自主的我空承认。 独立自主的我空不承认。 独立自主的我空他是没法承认的。 长屋自主的我空是承认的。 那为什么他承认独立自主的我空呢? 他是认为我是存在的,但是他无法承认独立自主的我空。 他无法承认我到底是长还是无常。 其他都可以吗?OK吗?你们。 然后是涅槃寂静。涅槃寂静有讲吗? 我们讲就是有阿罗汉挥奔两个。 阿罗汉挥奔,有欲涅槃跟无欲涅槃吗? 你刚刚不是在纠正吗? 有欲涅槃跟无欲涅槃。 对不对? 所以有欲涅槃是怎么去认知的? 无欲涅槃是怎么去认知的? 身心不在,只有身心不在了吗? 身心都不在了,身跟心都不在了。 然后有欲涅槃呢? 那为什么讲有欲涅槃? 他是阿罗汉吗? 他已经达到了阿罗汉的境界,对不对? 所以他已经达到阿罗汉的境界的话, 他是不是已经断除烦恼了? 那他没办法,他的那个身躯也是烦恼啊? 他是有漏啊? 他的身躯是有漏啊? 他的身躯是不是有漏? 他的那个烦恼有断除。 那他有身躯呢? 他身躯这个有漏啊, 为什么是有漏? 这个就是我们身为佛教徒的话, 就是要这个要去认知的。 好,我们要怎么去认知? 四法印。 那诸行无常是要怎么去认知的? 来,为什么要讲诸行无常? 为什么佛陀一开始就要讲这个, 宣讲这个诸行无常的这个教理? 因为是, 为什么要讲这个无常的原因? 不是啦, 不是这个道理, 不是那个道理, 我刚刚有讲嘛, 所以我们在这边来上课, 我为什么一直要问? 你们感觉到, 可能一直, 我觉得一直在问, 一直在问, 可能就觉得怪怪的, 但是我刚刚你看嘛, 这样子就是说, 我刚刚讲了嘛, 为什么说诸行无常, 我刚刚讲了嘛, 为什么导师释迦牟尼佛, 就是三转法律就讲解了, 这个诸行无常的这个教理? 原因是什么? 就是, 我们所依赖的这些, 所要, 就是说, 所执着的这些, 贪嗔痴, 这些也好, 所赖的这些烦恼的, 我们外在的这些, 食有的这些, 我们所, 就是说, 贪的这些贪欲, 都是无常来的, 都是无常来的,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断除的, 慢慢会变化, 都要断除的, 会不见的, 所以就是, 我导师释迦牟尼佛, 一开始就讲了这个, 诸行无常的这个教理, 原因在这里, 那一切肉结苦, 为什么要讲一切肉结苦? 有肉跟无肉, 苦, 有肉跟无肉, 有烦恼和无烦恼, 那苦的话, 我会分两种嘛, 苦跟苦行, 苦行, 苦行, 苦行是什么? 苦要怎么去认知? 嗯, 就是要感受到的, 摄受到的, 这是苦, 那苦行是怎么样认知的? 所以, 我刚刚有讲嘛, 像这些, 宝瓶也好, 像这种就是杯子, 那这些是不是苦, 苦行来的? 普特切罗才会摄受这个, 普特切罗才会摄受这个苦, 那么你们其他都了解了吗? 了解了吗? 没关系, 你们也可以讲啊, 没关系, 我们就是好论而已, 没关系, 你们讲, 那你们了解了的话, 我们今天就摄受到了, 就很好了嘛, 上次你要不要讲? 你要不要, 讲解一下, 没有问题, 对, 对啊, 你可以讲一下你的那个, 对啊, 你可以补充一下, 没关系, 就是没关系,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这个就是一切, 一切肉, 极苦跟一切法无我的时候, 就是读子部所先讲的这个, 那个要, 我们要让他们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比较重要, 就是说内道的这个重要嘛, 对不对, 因为一个是, 讲的是那种, 所谓的, 常依之主, 这个本身在读子部来讲, 不承认, 有常依之主, 但他承认那种所谓的, 恒常之主, 这个我空, 他基本上承认, 那为什么承认, 因为他们会认为说, 如果我承认这个部分, 那后面呢, 设法, 不管是讲设受想行事, 他才有一个安逆的对解, 对对对, 可以安逆真的上面, 那如果说, 假定没有一个, 这个所谓的独立自主的我, 存在的话, 那他们会认为, 那个设法没有一个, 可以安逆的对解, 那佛在阿含经中, 讲这些所谓的, 无常变化, 乃至于说这些空, 好像就没有一个, 所谓的, 安逆的对解, 所以他会先承认这个, 先承认这个能够存在, 但是他也不是完全承认他, 因为呢, 如果这个完全承认他的话, 那又不能够去跟佛, 我再讲诸法无不我, 这个部分, 去对应上, 所以呢, 他就变成他有时候承认他, 有时候不承认, 因为他仍然是, 在大环境中的诸法无我, 他这个体性中, 他是承认他的, 也就是指啊, 这个所谓的, 无常依之主的这个部分, 他是承认, 所以呢, 他还能够被归在内道, 就是因为他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 但是这在后来的话, 后期会有一些些的生意, 就是对于独自部的正见解, 独自部的这个见解, 独自部的这个见解, 他有这样子, 就是说有见解嘛, 内道他有这样子见解嘛, 他会说什么就是, 那你是佛教, 你是佛教徒, 那为什么会承认有, 就是说我, 就是我们讲就是, 常依, 常依之主的, 常依之主的我空, 他会承认, 但是他不承认有独立自主的, 独立自主的我空, 不承认嘛, 对不对, 所以, 独立自主的我空, 他不承认, 他不承认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啊, 独立自, 可是你再讲一次说, 独立, 他不承认有独立自主的, 就是我空, 对, 那因为你如果有承认独立自主的我空, 其他等于跟佛, 一开始是法音讲诸法, 我这个无我, 就有点相伪, 这个部分就会相伪, 所以, 没有, 我先讲一下就是, 因为他是佛教徒嘛, 对不对, 他承认有这个, 是法音的这个教理, 如果他不承认这个, 是法音的教理的话, 那他就不算是佛教徒嘛, 所以, 他问题在这里, 就是说, 独子部, 在,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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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中里面的就是十八部里面的这个独子部, 他承认说是有就是说, 独, 呃, 独立自主的我空, 他没办法承认, 但是他承认是说, 常义自主的我空, 我刚刚有讲嘛, 呃, 呃, 这个是一个问题, 这个要先了解, 这个先没有了解的话, 那我们没办法就是接下来讲嘛, 所以就我刚刚为什么一点, 一直要讲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一直讲下去的话没有用, 我刚刚看到了就是说, 因为让他们, 你们要摄受到嘛, 是这个原因, 所以就是, 常义自主的我空是怎么样去认知的, 跟,呃, 就是,呃, 就是,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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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怎么样去认知的, 所以, 这个上面要去解释一下, 我这个意思, 好不好, 那所以, 我刚刚有讲, 什么叫做,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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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空有讲解了嘛, 对不对, 有讲解了嘛, 所以就是你们有听到嘛, 有这个问题有听到嘛, 所以要怎么样去认知, 这个很重要, 就是这个没有认知, 这个我们讲出来了, 然后你没有把它就是说记下来的话, 就没有摄受到嘛, 我是这个原因, 我才会, 我才会把这个就是说, 一直在问你们的原因是这个, 因为我们来这边学习就是, 因为要学习了解到了, 你们才回去的话才会了解嘛, 那今天来听听一下, 两个小时这样子, 一个小时半这样子, 一直讲, 我一直在你讲讲讲, 然后你们没有摄受到的话, 也没有用嘛, 我是这样想的, 真的是这样想的, 所以就是希望你们就是, 大家可以讨论的方式, 因为我, 我的主要是我要把它讲出来, 然后你们要了解, 这个才是重要的, 如果你们没有了解, 我一直在那讲讲没有用嘛, 这个原因, 我是这个, 这个原因我才一直在问你们, 好不好, 我又在考你们哦, 是为了你们, 就是你们可以了解的原因, 说这个, 好, 好, 是常来的, 那, 他觉得说, 这个是唐义之主, 他不需要就是说, 这些因而合, 要具足这些, 不需要这些外在的这些因而合, 他是单独的, 唯独的, 或是这样子想的, 就是外道, 外道是这样子想的, 但是内道是不是这样子想的嘛, 独子部也不是这样想的, 独子部是怎么, 我刚刚有讲嘛, 独子部是怎么认知的, 怎么认知的, 就是他, 没办法确定, 他自己没办法确定, 没办法确定是什么, 确定是说他, 普特切罗是, 他不是常, 也不是, 也不是无常, 他没有办法确定什么, 因为什么, 他觉得说这个普特切罗是, 有在变化, 有在走啊, 有在走路啊, 那我说无常呢, 又不行, 那从无事以来到现在, 他都是也是在存在啊, 那两个之间我就没办法就是认知啊, 所以就是入中论里面有, 入中论里面有讲解到了, 就是我给你们找一下就是入中论, 我这边有笔记过的, 入中论里面有所讲的, 他这边讲就是说, 在入中论有明确的讲道, 独子部这个不可以说是, 他在第六品, 第六品的一百牛十七, 那本像里面他有讲, 有机不可一意, 我常无常等有是我, 这个所谓的我很奇怪, 好像是个常法, 又好像不是常法, 它是个常法, 为什么不是说常法呢, 因为这个我可以走, 他说这个是可以走的, 可以来做事情, 这样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把它安逆为常法, 但说它是无常, 又好像不行, 就独子部讲道, 好像说不行, 因为它是无事以来, 到这个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个的我还在存在, 它好像是永恒不变的在, 所以它好像没有办法安逆无常的法, 坏灭的当中, 所以独子部觉得这个我是一个不可说, 很难去讲说它是常法, 既不是常法, 又不是无常的, 一种不可说的之物, 所以这个是我这边就是说记载的, 它这样子讲, 入中论里面讲的, 我们讲就是入中论, 我不大论有没有写的说入中论, 中观里面有一个叫做入中论里面有一个记载的, 反正就是入中论它的著作者, 我等下就是找到了我再讲给你, 它是著作者, 中文怎么说我现在没办法给你们讲, 好, 那反正就在入中论里面有讲到这个, 入中论里面有讲到这个, 好不好, 那好, 那就是现在就是了解了嘛, 独子部跟外道的这个就是说它认知的, 所以如果是我们在四法议里面, 就是说有这个内道这个会出现, 就是说这个问题是, 它承认的不是说常义之主的物, 不是, 它不是承认说独立自主的我空, 是它承认, 它会承认, 常义之主的我空它会承认, 它没办法独立自主的我空, 它是没办法承认的, 所以, 肚子部啊, 谁谁谁,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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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在这里, 所以就是这个很重要, 所以就是内道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外道跟内道的区别, 就是说这个要很清楚, 一切法无我的时候要这样子去认知, 好不好, 那一切法无我, 那有漏皆苦, 涅槃寂静了解了吗, 涅槃寂静是要怎么去认知的, 涅槃寂静的时候, 有欲涅槃跟无欲涅槃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就是说, 内外道的这个就是说承认这个四法印, 那就是我们内道, 内道的这个佛教徒, 那不承认这个四法印就是外道的佛教徒, 这样子去承认嘛, 那了解了嘛, 有分就是什么, 就是外道跟内道的这个区别, 那内道跟外道的这个区别的时候, 刚刚有讲解了, 就是行尺上面, 行尺上面跟见解上面要去认知的, 行尺上面是怎么样的, 就是要了解到这个, 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说, 就是我们身为佛教徒要怎么去认知, 归一三宝嘛, 对不对, 把心就是说转向为, 就是说以归一的三宝, 就是对三宝有这个强烈的信心, 归一三宝是我的, 就是说归的最究竟的这个归一处, 藉由这样子的方式去认知了, 它是最究竟的, 这个就是我身为佛教徒, 那把心转向为就是说外道的这些神, 去归这些外道的这些神呢, 他就是外教徒, 这个是我们要认知的, 所以就说这个诸行无常, 有肉皆苦, 以切法无我, 涅槃寂静, 认知了之后, 那他属于佛教徒, 那不承认这个就是不算是佛教徒,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是要了解的, 那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还有15分钟的时间, 是本身是要那个的, 大家就是要可以问问题跟讨论的, 15分钟, 最后的15分钟是, 好, 没关系, 那我们就讨论, 不要浪费时间, 对不对? 我们就要讨论, 好不好? 那诸行无常, 有肉皆苦, 一切法无我, 涅槃寂静的时候, 那我们要先要讲, 诸行无常的时候要怎么去认知? 诸行的形式, 为什么讲, 这边讲诸行, 我们要认, 就是说要了解, 诸是所有的, 会讲说诸佛圣法, 中尊尊嘛, 会这样子讲, 会觉得说, 有些人会觉得说, 这个形式能够, 五蕴里面那个形, 不要这样子去认知, 这边是要怎么去认知的, 诸跟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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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边讲诸行无常嘛, 所有的这些就是无常, 什么叫, 宝评这些是不是无常? 有无常。 那我讲就是, 常是要怎么去认知的, 常的定义是怎么去认知的? 常的定义跟无常的定义? 不变。 不变。 很久不变嘛, 那我们找出一个就是举念, 念个句子出来, 念个句子出来, 就是常是要怎么样? 常法是怎么样去认知的? 很久不变。 不是, 念个句子出来。 念一个句子。 就是事物出来就好了, 念个事物出来就好了。 比如说像虚空, 虚空就好了, 虚空是什么? 虚空的定义是什么? 出不到, 摸不到, 它就是常来的, 对不对? 它是没有变化的嘛, 所以虚空是常来的, 所以就是无常跟, 就是说常跟无常是, 就区别在这里。 它是, 常的话就是永久不变的。 好, 诸形无常。 那它会分, 初分无常跟细分无常。 那来, 初分无常是怎么样的? 细分无常, 来,细分无常。 所以, 我们讲就是说, 初分无常的时候, 我们是, 凡夫是感觉得到的, 对不对? 感觉会了解的。 像比如说什么, 我刚刚有讲的, 桌子啊, 这些是, 它又是有变化性的, 它是会旧的。 一个月, 一个月内就是, 我们就知道, 这个桌子好像有旧了。 但是, 一两天我们感觉不到嘛。 但是, 过了一个月之后, 好像这个桌子都旧了。 这个就是初分无常的, 对不对? 好, 那细分无常呢? 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我们这个苦, 它是, 刹那之间在, 刹那之间变化是, 我们没有办法认识。 但是, 生老病死, 苦的, 就是我们在慢慢在变老, 就是说到了, 生到老, 那我们是看得到的, 这个我人已经老了, 这个是看得到, 但是刹那之间是我们, 没办法察觉的嘛, 对不对? 对, 这个是一个。 好, 一切肉, 结果, 有肉结果也可以, 一切, 一切肉结果, 他这边有讲一切肉结果, 有肉结果也是一样的。 好, 那一切肉结果要怎么认知? 好, 那, 我们先讲那个就好了, 三苦嘛, 苦苦, 坏苦, 行苦, 苦苦要怎么去认知? 好, 那, 坏苦呢? 残染这间变化, 行苦, 坏苦已经讲了, 其实, 我们苦还是有分, 就是说, 要断除这个苦的时候, 还是有分, 就是我们的生与异的这个, 要断除这个, 生与异的这些就是烦恼障, 也就是要去断除的, 苦的时候, 我们生的时候有这个, 就是会身体的这些苦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这些烦恼的时候, 是其实就是我们生与异嘛, 生与异的上面, 生的上面会造作很多的这些, 很多就是造业嘛, 身上会, 我们会去杀人啊, 不能讲杀人啊, 去打人啊, 去骂, 去就是做一些坏事去偷盗啊, 这些, 伤害人的时候会造成这样子的这个, 也会造成别人的苦, 也是会出来的, 雨上面我们知道吗? 就是雨上面我们还是会有产生就是说, 会骂人啊, 然后会就是说口出这些不好的语言嘛, 这些都会有, 生与异, 异的时候就是, 虽然他没有, 就是说身体上也没有做, 那嘴巴上也没有讲, 但是他是会心里就是说, 心里有想说, 哦, 我要去向害这个人的这个苦, 他是有造成这个苦会出来的, 这个是在生与异, 我们就是凡夫里面就是会有这样子, 会出来嘛, 这个我们都了解, 这个苦会出来, 好, 那, 一切法无我, 这个最重要的那个一切法无我, 那刚刚又讲了很多很多次了, 那我们就大概大致就了解一下, 好不好, 一切法, 独子不, 独子不, 对, 这个无我其实有很多就是见解很多了, 就是我们要讲就是在四部中印里面, 就是说皮菠萨中, 金部中, 然后这些他会讲这个, 就是说无我的这个不同的, 不同的境界会讲, 但是现在是我们讲这个四法印里面的, 所以就是以这个无我是要怎么去认知, 无外道跟内道的这个区别, 我们要去认知的, 然后就是涅槃激进的时候, 什么叫做涅槃激进, 就是我们讲是断除了, 这些就是说烦恼, 烦恼啊, 激进的意思就是说平息, 安乐, 快乐了, 就是我们断除了这个烦恼嘛, 涅槃激进嘛, 断除了这个烦恼啊, 所知障啊, 这些的话, 那我们就是不会快乐, 得到这个快乐嘛, 所以就是说涅槃激进, 涅槃激进, 好不好, 好, 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有什么问题吗? 嗯, 好, 那就是要认知这个四法印的, 其实, 里面要讲就是说出息无常啊, 这些, 它是有很多, 四部中印里面有, 就是慢慢一直要, 就是有不同的方式要讲的, 那我们就是接下来, 下一堂课的时候, 我们慢慢就是有机会的话, 要讲这个, 四部中印里面的, 出息无常的这些部分, 我们慢慢要去认知好不好, 那今天就是稍微的就是, 我们要了解, 诸行无常, 有肉解苦, 以切法无我, 涅槃激进的这个, 教你是因为我们身为佛教徒, 就是要认知的, 因为了解了这个, 你才是佛教徒, 你没有了解的话, 他就不算是佛教徒, 我们就不算是佛教徒, 我们不是说, 讲说, 一定要了解这个, 就是说教, 但是要承认这个, 这个四法印是存在的, 如果不承认这个四法印的话, 那我们就不算是佛教徒, 但是, 会有分是这样子了, 就是, 这边有, 怎么说呢, 大成就者们, 他们会有分这样子, 也有, 独子部的这个这个见解, 有三个观念, 独子部是佛教的宗派见者, 已是有故, 有故, 有故, 那第二个, 他会讲什么, 独子部是佛教的宗派见者, 已具有归故, 那第三个就是这个, 我没有了解的就是, 第三个是什么就是, 独子部是见识外道, 以承许独立自取的我, 行, 行是内道, 行, 就是那个行, 行, 行动的行, 行动的行, 双人旁的行动的行, 行是内道, 已有归一, 所以独子部, 不是佛教的宗派见者, 宗派见者, 但是他是什么, 内道的佛教徒, 为什么他们这样子讲, 就是说, 他在见解上面, 他不算是佛教徒, 但是在内道里面, 他是算是佛教徒, 这样子讲的也有, 所以就是, 这个就是在佛教里面, 我们自己佛教里面经论, 他就有分三种的, 因为每个教派的那个, 就是有些不同的, 讲法是有的, 所以这个但是我们, 他的这个主张不同, 主张他们的主张有些不同的, 这个会有, 所以我们要认知的是什么就是, 他会说, 第三个他就讲了什么, 独子部是, 以承许独理自取的我, 行事内道, 以归一, 所以独子部不是佛教的, 佛教的宗派见者, 宗派见者就是, 见解上面他不算, 但是他是内道的佛教徒, 我们要承认这个意思, 我们要承认他是佛教徒, 但是他不, 在见解上是不承认的, 我这样子, 但是要记住, 他是见解上面也是承认的, 他有, 只是没有思考的, 他独子部是有思考过的, 他从无事以来到现在的时候, 他的那个普特齐罗是存在的, 他是一直有的, 他觉得说这个是常来, 但是又不能说是无常, 为什么呢? 他觉得说这个普特齐罗他在走, 也在做事情, 那又说是常来不行, 他就觉得没办法, 承认说是, 对, 他没办法去确定了而已了, 好不好? 好, 那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回向罗, 最后回向很重要嘛, 还有一个我忘记, 没关系, 下一次我再讲那个, 佛陀的事业会成续五百年, 五千年的这个事业, 这个是有把它分出来了, 把它分出来了, 但是现在没时间了, 我们再下一堂课再讲, 好不好? 好, 回向寂, 生生世事, 生生世事, 不离真明事, 如律求真善要接触住, 诸法所自财, 受了生世贵, 地道一切功德圆满意, 之痴尺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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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大海未干杯如尽, 如是回向菩提善, 为乐徒果必如尽, 所有一切诸之助, 愿君长寿俱读的心意清净九肌界, 如法行愿皆成就